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那我想其实 这个礼拜呢 遇到的这个全球的大事 就是联准会终于启动了降息循环 我们其实在前两个礼拜 应该也都一直跟大家有提过 那这个降息前 应该要怎么做 那我想这个市场的反应呢 看起来呢 我认为呢 对于所谓的联准会的态度 其实是降息是持续 而且这个开关一旦启动 它其实就覆水难收了 但我觉得其实 听众朋友 我们做投资有一个点 就是说你不要去拘泥于 到底会是软着陆或是硬着陆 因为这个市场的状况呢 都会怎么样 都会实时的来做调整 你应该去想的重点是 一旦联准会开始进入降息的循环 它的降息速度 跟我资产布局的方向 应该有比较大的不同 像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 美元定存 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大家好像 其实对美元定存 不是有太大的兴趣 我说老实话 我还是讲 其实做投资是这样 没有十拿九稳的 这种所谓的一定温坦的 尤其你听到那个温坦的 百名坦的一定赚的 大部分都是要骗你的钱 你说你投美元 美元有没有风险 油卖有贬值的风险 那你说你投台积金 有没有风险 当然有风险 台积金赚钱 又不一定代表 它的股价会涨 所以呢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星哥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是今年的下半年 尤其Q3要结束了 要进入Q4 Q3叫Q4 最重要的状况 就是你在所谓的资产上的分配 一定要开始做一些调整 我记得在这个这个礼拜 应该是这个礼拜二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邀请到不同的来宾来现场 其实有一个来宾 讲得很好 那个金庄安的这个存股的这个电子报的总编 他说 其实基本上 谢总编应该是说 他说 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 他是长期存股 可是他存股的概念已经开始变了 从成长性转成是所谓的价值型 所以我这句话其实我一直keep in mind 跟我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投资的逻辑是不谋而合 所以我认为呢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news98的各位的朋友们 包含在YT上面 YouTube上面观看的这个朋友们 其实我提醒大家一个重点 就是说 投资有两种 一种是我很看空市场 我要放空它 可是大部分在做投资的民众 其实对于这种所谓的偏空做 或是往下做 其实不太在行 那反过来你去思考一个点 那么如果在股市好做的时候 你做的是成长型的类股 科技股的话 那这个时候当 现在的市场有一点转变的时候 你应该用不同的逻辑来看待 这个逻辑就是 我用防御性的概念 或我用什么 我用价值型的概念 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这几个礼拜台数四宝在涨 在涨什么 涨它的什么 价值 价值低估嘛 那它有没有恢复到上升去 没有嘛 可是大家会进去卡位嘛 包含原物料概念股 这几天其实大家继续看到 电子的交易比重已经降到很低 但是呢 非电子的族群的比重创下 什么短线的新高 从美股到台股 都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今天不跟大家讲说 什么NMEDIA到底会怎么样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但是我必须告诉讲 各位 过去我们一直关注的是AI 可是我认为 接下来大家要关注的 学学八老爷子 其实八老爷子 大家有很多人说 你九十几岁你没有用 我觉得不是这样讲 我觉得价值股 可能会是接下来的 半年里面 半年太久 可能一季里面 市场上很重要的一个防御核心 好 那第一个阶段 我要先跟大家聊聊 就是说什么时候是适合今年下半年的布局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选项里面我列了好几个 那包含美元定存 买台积电 然后买投资等级在ETF 买0056高股息ETF 买进原油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下半年 就是也是说可能从十月 这个如果更精确的假设应该是说从第四季开始 你应该布局什么 其实你的选项就不一定是有股票 虽然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你可能手上就说我也是想要做股票 我会想做股票嘛 那我也想冲冲看 没关系你冲冲 乐乡星哥也是在冲嘛 可是我先跟大家讲分享各位一个点 第一个我现在都冲低机器了 我都买低机器的股票 第二个 传产跟电子跟金融 我电子的比重就降下来 最近什么啊什么数化股很强 化学股很强 举例举例 我先随便举个例子 你很喜欢台积电 那台积电衍生出来就有什么 就有光通道对不对 CPU 有什么COWAS 有什么化学股 有材料股 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大部分基本上的 呃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分析师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 所以头顾也好 其实大部分会追逐那个盘面最强的重心 对不对 哪一个强就推哪个 可是我觉得反过来 我会思考重点是 我一样去选一个产业嘛 这个产业是围绕着台积电走 那么化学品 本益比低嘛 有赚钱嘛 啊他只是说 我以前不是提供给台积电 我现在提供给台积电 这样是不是就是机会 比如说什么三幅化啦 长新啦 甚至我们说什么达新材料 达新材料已经涨很多了嘛 我再次强调我们比较推荐股票啦 我只是跟各位讲 你那个选股的概念 比如说特用化学这种概念 他就是一个什么 我认为你要去转向 不是只看台积电而已 好那我想 其实最适合下半年布局 第一个美元定存 点定我们上礼拜讲多了 我们今天就不讲了 我认为要存就要存 长一点点 OK 因为联准会的速度可能会变快 第二个 买台积电好不好 我直接跟大家讲台积电是非常棒的公司 而且今年可能啊 我们认为呢 应该是以现在的投行预估会超乎预期 可能42块43块 甚至于高颜可能误到45块 但问题就在于 估完45块之后 包含我记得好像是摩根大通嘛 这是小摩是不是 他给出了一个目标价 给的目标价是1500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各位投资朋友 你现在会遇到一个点就是说 台积电是非常棒的公司 台积电的EPS也开出来了 可是你买台积电为什么不会 在这个时候赚到大钱 你买900多 你认为有1500的空间 那我告诉你 这个空间呢 不会在这个时候 马上爆发出来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科技股 它的本益比估值是在修正的 那美国的本益比估值是在修正的时候 请问你台积电会赚钱 举例来说 赚40块好不好 赚42块好不好 它的本益比如果被修正到20倍 那20倍是什么 40才20 我们则要800块 42才20我则840块 所以也就是说 800到950之间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台积电的 地下的铁板 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你往上拉的时候 就一个很简单的重点吧 费城半导体创新高 纳斯达克创新高 好不好 Amedia创新高 好了 万部兄这都没有 至少Apple创新高 你看到这种讯号出来之后 好台积电有机会动 否则反过来我认为 你买台积电 你可能会买一个寂寞 为什么 因为就是配4块给你 然后就在900多块一直混 懂我意思吗 所以台积电 自己的正股本身 不会是我这个阶段的投资首选 我刚才讲过了 什么材料啊 这些所谓相关的概念股 我认为你不要有机会 去做发光发的 至少你做股票的希望它动嘛 对不对 买成也没有不好 就是不会动了 好不好 好那头等债的ETF 我再次有强调 其实是现在市场上 我认为是比什么 会比所谓的公债来得好 因为美国的公债有一个缺点 你去看 近期美国公债的拍卖量 都没有拍卖的很好 意思就是说 市场上会觉得说 你美联储会降息 没有错 可是呢 我不愿意去买你20年的债券 这个其实是一个 在美国市场上是说 因为有比你更好的选择 所以资金是流入什么 高评级 或者说我们不是高收油 是高评级 或是投资等级债的债券的市场 会优于美国公债 因为美国公债可以板上钉钉嘛 我来说要降息啊 这个很好 要降息很好 可是怎么样 已经先涨一大段了 所以我认为啦 现在的投资的重点 你在债券上 一定是你一个重要的部位 那高股息的部分 其实我们前面也提过了嘛 高股息跟高债息 你这个时候的高股息 要回到传产本身 比如有买统一的啦 对不对 你有买富邦金 国泰金的啦对不对 这一类的ETF 我认为呢是会总比你去买什么 去买什么伪创 去买广达 我在想讲不是说他们不好 意思就是说 其实科技股它是在贬义比修正 可是传产股天然是价值当道 所以我去看 我去跟各位讲 其实我自己在看的都是说 比如说我们先撇开个人席 很多人都说在市场上就说啊 我不喜欢远东集团 可是我告诉各位徐旭东徐董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企业家 我觉得他厉害是这样子说 他经营的企业现金鼓励都发的很多 他经营的企业有什么 有远传嘛 这个是我的核心持股嘛 其实远传就这样 他就是电信股 那会不要不会不要会 远东新就是以前的远房 亚尼这类都是他的远摆 你去看 星哥点到这几个 他都是价值型 这样懂我意思吗我就给你一些方向 我都说你可以自主高股息 懂了吗 你怎么知道你就自主 像我自己都一样 我帮小朋友配置也是一样嘛 就是我会配置一个高股息的股息池 那从里面挑 科技好的时候挑科技 现在我挑科技就是电信 电信网通是算是科技嘛 对不对 可是他其实跟半导体又不太一样 懂我意思吗 所以半导体类股 我觉得真的要特别留意 半导体又高股息的 其实会是现在 其实相对比较弱势的族群 那最后一个叫买进原油 原油好不好 我这边少打一个 原油跟黄金 绝对是买黄金 绝对是买黄金 好 再来第二页就说 我要跟大家提到就说 这一次联准会的会后声明 其实这个利率决策要会后声明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这两年呢 基本上呢 已经进入了降息的循环 那降息的循环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 我们说Fade Watch 它会一直在变 今年度啦 我认为呢 五码 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降息五码 五码的概念是什么 五码的概念就是 这个所谓的1.25% 也就是说很简单一个重点是 到了今年的年底 就是2024年底的时候 美联储的利率呢 可能如果降了五码的话 就是4点什么 4.0到4.25% 所以也就是说 不用过三个月哦 你去银行看定存了 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利息 美元的利息就会再下调 所以我才说你要锁要锁长一点点嘛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 美国的经济到底是不是软着陆或是硬着陆 就是GDP开出来要好不好 GDP如果开出来是下 那基本上就不好 所以美国接下来的GDP 讲的更直白一点就是说 包含美国市场的消费动能 再加上企业获利 这个加起来就是美国知道生产出来的GDP嘛 它的下修 我真的强调下修哦 如果意外上修 哇这样这个办法没问题 就会上喷了 可是如果是下修就符合大家预期的话 那么股票市场还是会回到一个重点是 成长性类股就涨不动 价值型类股如果资金要塞就会塞进去 所以同样的概念就是说 大家在做所谓的资产配置的时候 这里绝对要回到所谓的股息的成长性 股息哦 你成长类股哦 股息的成长性哦 跟股票的价值 比如你要找什么 啊本进比相对低的好不好 就是其实基本上哦 或者说股进比啦 相对怎么样 你也有价值嘛 但是什么你常常比较在下面的 包含你说传统的食品产业啦 对不对 这没有涨到了嘛 纺织业啦 这个其实 我今年度一直在上很多节目 包含电视节目 只要讲到什么成长性 只要讲到价值型类股 大部分都被打枪 因为大家喜欢什么COVAS 喜欢CPO 噴很快嘛 可是我觉得好日子真的过了 所以各位真的要好好去思考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联准会对于所谓的 接下来的宽松程度 所以这就有一点说降级之后 是市场给你打一下积雪 打一下积雪 然后看你能够谈多久 我都这样举例 这有等下像这个小朋友 这有躺得很疼的 我躺得像胖得很睡 给他打一下就是什么 灌一杯牛奶 吃一点巧克力 噢这个醒过来了 可是你练一练又会开始累 所以经济的下行趋势 我跟大家报告 我认为经济下行的趋势 很难在这时候逆转 因为它在高元期 但是会不会快速下跌 真的不是考验我新歌的智慧 也不是考验你的智慧 我们都不用烦恼这个 是考验美国的智慧 因为美国是全球的消费的龙头嘛 所以鲍尔包含你说 贺锦丽跟川普在选 那现在看起来贺锦丽一面又大 假设贺锦丽一面又大的时候 接近如果在11月 贺锦丽假设真的相对一面大的时候 他对科技股的相对的压抑程度就比较低 可是川普的话就是科技股半导体 压抑程度就比较高 谁会上啊不知道嘛 不到最后不知道嘛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月呢 你说有比较大的变动呢 我觉得还是要回隔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如果历史上遇到 比如说降息一码或是两码 就降息之后的动态是什么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近几年来呢 这个所谓的降息一码两码就是什么 都是两百倍三百倍 然后告诉你怎么样 .com什么意思 任何的网站任何的实体公司 只要加上.com 就是他表示可以做生意 大家去思考一下 2001年有线上支付吗 没有 有没有Quality Card 有有信用卡 可是呢线上支付也没有 什么防卫机制也都没有 大家还是希望在实体地方买东西 那你说啊大家觉得 网继网络是未来 没有错 但是从2001到2010这段期间 网络是拿来搜寻资料的嘛 互联网是拿来做什么 而是拿来寄信用的联系嘛 不是拿来做消费的嘛 所以打抗就出现泡沫了 所以联主席那时候快速降息 大家回去翻 那时候美股就跌得七里滑啦 那2007年就不用说了 从什么 你说从房地美房利美 然后到什么 到我们做雷曼 然后砰倒下去 我认为这个大家真的要小心 现在的美国的贷款市场 其实希望赶快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要赶快讲 因为现在美国的贷款市场 是很紧胖的啦 很紧胖的意思是说 企业不可能 应该说银行不可能放贷 企业呢又不好贷 贷款利率又很高 现在是还没演变到房市 但是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样 企业的中小型的融资贷款 一定要什么 在联准会快速降息之后 得到舒缓 可是各位要看哦 从2020年 这个联准会开始 也很厉害哦 他的大绝招就是什么 就是快速降息 所以说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要买债券 我觉得就是这样 先买投资等级债券 来什么 来养一下你的所谓的债券部位 可是当事态开始有点比较严重的时候 联准会快速降息的时候 哇 所有债券都会喷出了 那时候你买公债也没问题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的公债 其实相对的流动性会比较好 那公债的波动比较大 可是在这个时候 还看不清楚的时候 我不建议大家贸然的 就去追逐已经涨蛮多的 美国20年级共债 因为很多人都在说 压20年的美债嘛 那我觉得很简单的重点就是怎么样 野村政卷的分析降息有三个 大家注意听 这是今天我要讲的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 第一个小型股大涨 也就是如果降息释放的流动性 还有释放的资金水位 是开始往上的话 对于市场有利的 并不是大型的Big 7 不是Big 7 有一个说法各位去查看非常有趣 我这天才看到 标普500在涨的是什么 标普493 这493就是500减掉7 就是大型区巨头看起来 现在是往下了 可是其他的标普类股是往上 小型类股 台湾也是一样 所以我会去找小型类股 第二个就我刚才提的 价值股比较强 第三个金属标 所以你跟这个其实看起来 已经都有这样的端倫嘛 不是降息后才出现 降息前就出现了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其实下一章我办各位整理就是 美股的轮动的ETF的资金的流入防御 这个流入的防御资产 其实看起来呢 就是要对抗第四季的不确定性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 半导体是这 左边这张图半导体是黑色的 半导体的ETF 这是美国的 其实是没有创高 它的那个高点是越来越低 所以也就是说半导体的涨幅 在上半年其实涨了 2020的上半年涨了非常的多 可是呢上半年没涨到的 公用事业 金融股 还有看到的这些所谓的必须消费品 基本上呢在现在的概念 现在是九月中下旬嘛 对不对 事实上在美国这些概念股是往上走 你说台湾现在开始买一些传长股 高股息的 其实就是同样的道理 就说其实传承的高股息 它代表是价值型 不是科技的成长型 它的估值可能不高 可是它的价值有 它的息也高 那右边的是防御型的ETF 包含各位可以看到 所谓的美元一弱 金属就强 那金属的代表就是黄金嘛 就是黄金嘛 对不对 那债券的ETF就实际算高 包含高收益债 跟投资等级债 其他的涨幅都比公债来得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贵金属的局势会往上 所以我最后帮大家 做一个整理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降息前后 如果你要投资ETF的话 那我的概念是这样 我举三个不同的概念给你听 第一个叫什么 叫做避险概念 这个避险概念就是说 你只要很怕很重的 你要买一些带低机器往上走的 日元 比如说日元正合这个就不错 那黄金呢 跟日元来说 我跟大家讲 日元正合比较便宜啊 因为黄金在高档 对不对 所以你两个二选一的话 我会以日元优先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以防御性的概念股 高股息的部分 你要选什么 金融啊 还有一些传算比较高的 那回到债券的 头等债投资 就投资者你债对不对 你听星哥讲就知道了 我不希望这个时候 大家去追 所谓的美国20年公债 即使有像我自己也有 它的部位是比较低 比如说我美国20年公债的比率 可能是百分之十到二十 但是我投资等价 我放进去说 我也不会把它冲掉 各位可以看到 包含你说00933B 这是国泰的嘛 对不对 那00740B 这是富邦的全球投诊 在举例来说 它买的都是什么 都是BBB级的债券 你说包含这些所谓的 华纳也好啦 那波音也好 这些所谓的比较大的公司 你说啊 那些没贪钱啊 有的说它财报没说最好 只有一个重点不要倒就好 你都会说我买债券 啊不然你买A级的买美国公债 对不起啊你什么赚不到 为什么 你价差又小席又小 所以其实我认为呢 你现在如果去买进所谓的 BBB级的债券呢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我是全球投资等级债里面呢 美国的一定要高 那我去查过 00740B 它其实以美债的概念 就是美国的概念 大概才86%啦 好啊其他可能配置到一些欧洲去 那我就觉得无法 可是如果你说去买新兴市场债 我就不推荐 因为很多的新兴市场 其实它的波动更大 这个是我比较没有那么有把握的 那也不是说它不好 就我觉得没把握 所以我会以美债为主 所以00740B它的好处是这样 当这个礼拜 9月18号除息之后 它除完息就掉下来了嘛 因为它是月配嘛 所以你什么时候买都可以嘛 所以说我想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其实对于现在的一个投资里面呢 对于全球的投资等级赛 我认为呢 拉高之后回档 都有切入的机会 那现在都是月配席的 那你看 你要报酬率有5.2的啦 也有6.5的啦 好我认为呢 其实包含933B啦 甚至我们讲的740B的全球投资等级赛 如果你觉得它的价格有点高 很简单的重点 你把它切成月线放大来看 那可能都是从怎么样 从40块50块一直掉下掉下来 现在都反弹了 可能还是打折哦 打折折都可能还是7折 那我们就想嘛 先拿席再拿价差 所以我认为呢 对于这种所谓的降席后的投资策略 要嘛就什么 可能买一些日元 日元的ETF 要嘛股票 要嘛小心股 那投资等级赛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什么 可进可退 以首为功的最好标的哦 好那这个阶段呢 我们世界一把抓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希望大家在投资交易上呢 有一点概念在降息之后呢 可以来做一些布局调整的转换哦 我的星哥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来